請問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 你沒有辦法去買 農民的這些產品 沒有辦法去幫他銷售嗎 沒有辦法走到農田去看看 農民現在的產量怎麼樣嗎 甚至香蕉丟在農田裡 芒果爛在農田裡 鳳梨爛在農田裡 你可不可以去看一看 關心一下農民 而且我要再講的是 鳳梨是現在長出來的對不對 旁邊也長小的新芽 它明年種的就是靠這個小的新芽 去種下去就可以了 它不必再買苗的 再種下去就可以了 所有的現在的農民在種的 你不要講說他要聰明一點 他要怎麼樣去管到市場 努力種也要聰明 沒有這關事 我做農民的就是盡心去種 我怎麼知道明年的價錢是什麼 但是我就把水果種好就對了 我就希望豐收就對了 至於說市場 就是你政府的責任 講說銷到其他國家都可以銷 我一直在講一個例子 我們那時候在台北縣新北市 原來的台北縣 我們的柚子跟地瓜賣得不好 政府出來幫忙 洗柚子的機器 包裝的盒子 促銷的經費 保證價格都有政府來做 我們政府負責 所有賣不出去的 像我們那時候講地瓜 賣不到25塊錢一斤的 我台北縣政府全部收購 我負責 結果賣超過那個價錢 所以我講政府你有沒有心 我在這裡特別要再呼籲一下 也不要說對大陸這個市場講說 人家講說台獨 所以就是有毒的水果 其實我今天在這邊聽到 我在台南我上次去就聽到了 在果菜批發市場 農民直接講 他們台北人不買台灣的水果 說是有毒的 但是我聽到這話 我覺得很傷心 就是說你要曉得這些水果 不要在別人的心目中 變成是有毒的 他那個毒是兩個字的意思 但我現在在講的就是說 所有的政治人物 真的關心一下農民 請你們現在做第一件事 先到農產地去 第二個 這些產銷市場去 第三個 真正跟農民坐下來好好商量 怎麼樣現在 先解決今年的問題 再去想明年的問題 要怎麼解決